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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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李宗盛 做手系统的创市场当中最简单 最有效率操作方式 等各位一起来赚 在市场当中要加快自己赚钱的速度 不外乎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 藉由效率换股 赚美党票最好赚这一段 快速把获利对对上去 就是从你所看到的 各个做手系统 效率换股方式做 从3月27号到今天 100万透过效率换股 已经帮自己创出322万的利润 那1000万呢 透过效率换股也帮自己创出 3220万的利润 当然 第二个要加快自己赚钱的速度方式 就是把市场当中效率标股把它找出来 而每档效率标股都有固定的模式 做手系统就是把最复杂的资讯 规结到最简单的模式 就是从你所看到的 跟着做手系统去做 4月29号的精神科 你会买在58.3 今天已经来到119.5 100万帮自己创出105万的利润了 而5月7号的蓝天跟着做手系统 你会买在43.7 今天来到59块 100万也帮自己创出32.7万的利润 而5月10号的中规 跟着做手系统 你会买在25块 今天来到30.9 100万也帮自己创出23.6万利润了 而做手系统 为什么可以创到市场当中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 除了这个系统 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创之外 在进场当下 直接会给各位进场停损 停令上交位 而且一定会有移动停据保护各位的部位 那怎么做到最简单最有效率的选股系统 一键主流把主流找出来 把效率的标普把它抓出来 相同的一键选股呢 当然就是把每个阶段 唯一最好赚的买点把它找到 那就从我在节目当中 一开始跟各位分享的 第一个要加快计算写速度的方法 当然就是藉由效率换股 效率换股有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不要浪费时间去等待股票整理的过程 所以一定要坚持赚每一档股票最好赚这一段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跟着做走系统 效率换股方式做 每一笔大家进出一定是百分之金 一定是百分之金买一档 一定要百分之金 卖掉一档之后 超前换下一档不是吗 那该怎么做 我们可以直接一起来看 5月6号这一天 这档股票一百万赚了二十点三万 系统告诉我们基因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发一口袋 接着换股价报酬 六号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满清云这档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股价大涨前 叫甄不 Kristen��서 国贡价 股价大涨前 악一段 短短的一天两天 你的一百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十万的利润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 所以这张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五月七号这一点 这张票一百万赚了十万 系统告诉我们金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冲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卖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单单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卖 报最后常会像过去一样 让大赚被小赚遗憾又再次发生 但是当你有做手系统 遗憾不但不会发生 反而可以再次加快自己赚钱的速度 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五月七号这一天 这样票一百万赚了十万 系统告诉我们金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发一口袋 接着换我赚报酬 问题是七号这一天 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卖身上 很简单 全部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五月七号这一天 很简单的按一件选股多 一样资金选股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买建仓这张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 五月七号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要不要赚钱 再把资金转买建仓这张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股价大涨钱就要赶快买了 一定是百分之百之一买进 短短的三到四点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6.7万的利多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 所以呢 这张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五月十号这一天 这张票一百万赚了16.7万 系统告诉我们金 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卖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带张股票 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卖 到最后常会像过去一样的 报上报下 又要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 当你要做手系统 当然可以再一次加快 自己赚钱的速度 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五月十号这一天 这张票一百万赚了16.7万 系统告诉我们金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一口袋 接着换我赚报酬 问题是10号这一天 我们该把赚金再换到什么样的模式上 很简单 全部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5月10号这一天 操作可以简单明确一等 很简单的按一键旋骨多 一样赚钱旋骨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赚金转买 丰元这张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 10号研究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把钱让股票赚钱 发一口袋 再把赚金转买 丰元这张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股价大涨钱就要赶快买了 一定是百分之百之一买进 短短的两到三点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刷出 19.2万的利落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 所以这张票 当然也不会是例外 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5月14号这一点 这张票100万赚了19.2万 系统告诉我们今天 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知道什么卖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大涨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 你知道卖你舍不得卖 报最后常会像过去一样的 报上报下 要浪费了两天的时间 但是当你有做手系统 当然可以再一次加快 自己赚钱的速度 我们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5月14号这一点 这样票100万赚了19.2万 系统告诉我们基因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一口单 接着换赚报酬 问题是 14号这一天 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 什么样的身上 很简单 全部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14号这一天 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 很简单的案 一件旋律读 一样是基因旋律 3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买科桥这张票 赚他最好赚了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 是4号 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把钱让票赚了钱 发一口单 再把资金转买科桥这张票 赚他最好赚了一段 股价大涨前就要赶快买了 一定是百分之百之一买进 短短的一天两天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8.7万的利润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 也就用在节目当中 该各位分享的五个金流而已 事实上从5月2号到今天 一百万透过效率换股 已经帮自己创出 740万的利润 二年一千万了 已经帮自己创出 740万的利润 而下两个票要等各位一起来赚 很多特别在市场当中 股票为什么会做得很辛苦 原因很简单 在市场当中 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的绝对不只是一个 头头是道分析 而是一个真正会赚钱买卖点 市场当中会分析行情的分析师 会讲故事的分析师 实在太多了 但是有几个分析师 可以把股票确实做好来 我相信少是有少 因此跟着做的系统去做 很简单 我不给各位长辨大论分析 我单刀直入直接给各位会赚钱买卖点 因此不要做手系统去做 为了让总资金需要达到最大化 一定是百分之百资金 集中操作当股票 而且一定要严格风险控管 我绝对不允许我手上股票 曝附在极大风险当中 所以最大风险也不会在3.5%上下而已 更重要的 要给各位会赚钱的买卖点 而这个买卖点一定是领先 而且非常明确 绝对不能模拟两可 就是我在节目当中 一开始跟各位分享的 市场当中要加快自己赚钱速度的 第二个方法 当然就是把效率标股把它找出来 而每档效率标股都有固定的模式 做系统就是把最复杂的资讯 要归结到最简单的模式 所以当你有做手系统的同时 当你看到周线大户成本多 而关键价被日线买点突破同时 很自然的它就会形成效率标股模式 而效率标股模式一旦形成 在短期间之间有快速大涨的可能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这一档股票在这一天 当你有做手系统 同时我们说会一定看到同样的事实 看到什么样的事实 看到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 最好赚买点 而且是唯一一个买点 在这么简单清楚明确情况下 当然我说会有这个做法 百分之百自己买接 让好事横战发生 那为什么股票买进去之后 在短期间真的就快速大涨 很简单 它一定符合效率标股模式 所有操作跟着周线系统 一定做到完全的眼见为凭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 在操作过程里面 要如何做得安心 而且要做得放心 当然就是 周线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帮助各位 在操作过程当中 完全做到眼见为凭 这样的票在这一天 我看到个事实 周线多 周线多日线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之后 这一天当然就是日线的买点 那日线的买点 到底有没有突破周线关键输价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当天周线关键输价在57.4% 而日线的买点盘中 当天已经来到58.3% 也就是说日线的买点在盘中 早就已经突破周线关键输价 所以很自然的它形成效率标股模式 也就同我跟各位分享的 效率标股模式一旦形成 在短期间之内有快速大涨可能 而且买点只有一个 那应该怎么做 那当然想都不用想 一定是百般的资金买进 让好事很常发生 那买进之后有没有快速大涨 有 因为它就符合效率标股模式 那同样的 就同我在节目当中 常会跟各位分享的 买股票非常重要 但是如何在股票上涨的过程当中 抱得住抱得安心 甚至绝对不要像过去一样 做到最后 才会有大专门小专门或小专门超遗憾 很简单 也就同我在节目当中 会常跟各位分享的 事实上做效率标股有一个最简单 最傻瓜的方式 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日线买点出现的同时 一定就是百分之百之一买进 不用怀疑 然后呢 我们直接拿大户成本线 来当我们移动停令 没有跌破之前 一路抱到跌破为止 简不简单 事实上超股票就可以这么简单 就同你所看到 为什么可以做得安心 为什么不会被洗掉 因为在这个地方有出现黑K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一个事实 它不管怎么样震荡 就是没有跌破 没有跌破大户成本线 所以隔天就是创了新高 后来又创新高 涨停 那这一天又出现黑K的洗牌 那甚至呢 低点杀到大户成本线附近 可是它就是没有跌破 那天我在节目上面 也有跟各位分享 你不用怀疑 没有跌破就是没有跌破 你就继续报的就对了 隔天呢 是不是又创新高 然后呢 昨天涨停 接又涨停 操作就要做这么简单 也非常的直接 所以操作的过程里面 要如何做安心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常常在节目当中 常会跟各位分享 为什么做股票一定要做手系统 因为很简单 就同一所看到买点也只有一个而已 卖点也就只有一个 没有跌破之前一路报到跌破为止 就是要做到这么简单 那相同的每一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 从来不会跟各位特别喜欢两档股票 因为每一档股票都只是我们赚钱工具而已 而每一档股票当有赚钱办法的同时 都会来帮我们赚钱 不过这一档股票也是一样道理 这一档股票在这一天 当我们有做手系统的同时 我们受惠一定看到同样的事实 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当然是这个阶段最好赚买点 而且是唯一一个买点 一样的简单清楚明确 所以我受惠惠在这一档股票这一天 还是一样 百分之百自己买进去那好事很赞发生 那买进去之后有没有快速大涨 有 为什么 一样它一定符合效率标果模式 到底有没有符合效率标果模式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所以操作真的就可以这么简单 不用搞得很复杂 这样不要在这一天 当然有做手系统 同时我们所有会一定看到同个事实 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当然是日线的买点 日线的买点 到底有没有突破周线关键输价 一样一起来看 当天周线关键输价在41.7 而日线的买点盘中有来到43.7 也就是说日线的买点在盘中 早就已经突破周线关键输价 所以很自然它会形成效率标果模式 也就是同我跟各位分享的 效率标果模式一旦形成 在短期间之内有快速大涨可能 那应该怎么做 那当然不用考虑而且买点只有一个就这么简单清楚 当然就是百分之百之一买进等好事很自然发生 那买进之后有没有短期间有快速大涨 有因为它就是符合效率标果模式 相同的就同我在节目当中 刚刚跟各位分享的 操作股票如何做到安心 而且绝对不要有大赚变小赚遗憾 就是用最简单最傻怪的方式去做效率标果 那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再重复一次 当然就是日线买点出现的时候 百分之百之一买进 然后一定是直接拿大户成本线来到我们移动亭里 没有跌破之前一路报到跌破为止 就这么简单 这个当中不管它怎么震荡 你就继续报 它没有跌破你就继续报 那你就一路一路跟上去 然后就涨停涨停涨停 那哪一天突然震荡盘中跌破怎么办 那当然不用考虑 也不用想太多 就是把百分之百资金全部卖掉 一张不留 然后把获利放在口袋 再把资金转到另外一档效率标股 继续赚另外一档股票的最好赚在这一段 所以操作本来就可以这么简单 不用搞得很复杂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所有会员跟我看到的买点 绝对在同一天 不会早一天 不会晚一天 因为你的系统就是完完全全 没有任何参数可以改的 可以做到这么简单 而且非常清楚 相同的我们可以再看一张股票 每档股票都是一样到的 这张股票在这一天 当年有做手系统 同时我所有会员一定看到同样的事实 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 一样是这个阶段最好赚买点 而且是唯一一个买点 既然在这么简单清楚明确情况下 当然我所有会员在这一天 还是一样 百分之百之一买借业 等着好事很赞发生 买进去之后 短期间之内有没有快速度大涨 又再一次的快速度大涨 为什么 事实上很简单 它一定符合效率标果模式 到底有没有符合效率标果模式 当然也不是靠嘴巴去讲 我们用眼镜去看 所有会员跟我看到的数字 绝对是一模一样的 买点也绝对是同一天的 这样的票在这一天 当年有做手系统 同时你一定看到同样的事实 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之后 这一天当然是日线的买点 日线的买点 当时突破周线的关键输入价 还是一样 一起来看 当天周线的关键输入价在23块 日线的买点盘中早就已经来到25块了 也就是说日线的买点在盘中早就已经突破 周线的关键输入价 所以很自然的他这一档票在这一天 再度形成效率标股模式 那我讲过 效率标股模式一旦形成 在短期间之间有快速大涨可能 那应该怎么做 买点只有一个还是一样 百分之百之一买这些好事很赞发生 你会发现所有做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不用猜不用赌 所有做法都是可以眼见为平衡的事实 不会像你过去跟分析师去做 常常做到心惊胆跳 然后分析一大堆到最后不知道该买还是该卖 很多的弹入很多的假设 所以做起来当然会不顺利 那同样的我们再重复一次 也就是同样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 做效率标股有一个最简单最傻瓜的方式 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日线买点出现的同时 一定就是百分之百之一买进 然后我们直接拿大乎成本线来移动停力 没有跌破之前一路报到跌破为止 就是这么简单 不用怀疑 做五票本来就是要做到简单单纯干脆 买点一个卖点一个就这么简单 那今天这张五票在盘中有出现震荡 震荡它没有跌破你就不用理它 你就继续报着 哪一天你看到它跌破了 想都不用想 也不用任何考虑 就是全数出清 一张不留 把赚到钱放在口袋 再去赚另外一档股票 效率标股 那同样的 也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 才跟各位分享的 操作股票我们必须用 最精简时间去创造财富 用最大量时间去享受人生 千万不要颠倒 很多投票花了很多时间在工作 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股票 最后呢 有没有赚到钱 没有赚到钱 那就很可惜了 时间一定要最精简的 所以呢 就是需要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做手系统 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到现场 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 您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 启发头顾帮您启动 制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 您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 您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 启发头顾帮您启动 制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自己推线 02-2389-8029 02-2389-802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做的系统就要创造市场 最简单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 等各位一起来赚 在市场当中跟着做的系统 去做棋子 总之有一口单 百分之百当充 完完全全没有一场压力 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 台子04一个月过去了 赠这么多负这么多 赠负加总之后 一口单可以赠2664点 0519天过去了 赠这么多负这么多 赠负加总之后 一口单可以赠2509点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好事一样再次发生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你会做两笔 做两笔 一口当充可以赠238点 接低比较需要在8.55分的时候 是一个延续盘不同步 反向做空讯号 那为什么不做 很简单 因为我们在进场的当下 会直接给各位 进场停损停力 如果先来要停满足点的同时 不会去做它 必须要等它下机会 因此呢 今天实际上 做单的第一个机会 会落在这个地方 收上不同步K线的高点 反向做多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 就同你所看到的 第一根K线是一个不同步的K线 而走到这一根K线的时候 收上不同步K线的高点 所以必须要反向做多 所以收盘收定 我们直接设收盘价 21195去做多 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 下根K线最低来到157 所以定价百分之百 全部穿在成交 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来到系统通班 给规划压力区域 一口袋振121点 记得把它发一口袋 等今天第二个机会 趋势盘同步做空讯号 还是一样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 就同你所看到的 行走这个位置 本来在灰色线上变到线下 是一个转折 线下是绿色同步做空 所以一样设收盘价 21260去放空 直接来看会不会成交 下根K线最高来到284 所以定价百分之百 全部穿成交 相同的 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但只要来到 系统通班给规划支撑区 一口袋振117点 记得再把它发一口袋 就这种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的 当拥有领先实战 新数的同时 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